台北市令有家知名的大型鸡排连锁店遭到民众投诉 买鸡排没有拿到发票 我们的记者现场直击发现了 这个发票放在旁边一个小盒子里 它是已经打好的 让民众来自己拿 但问题就在于店家并没有主动告诉民众 这也引发了逃漏税的质疑 长长的人肉喂的就是这又大又香的鸡排 不过有民众指控这件号称 卖的比脸还要大的鸡排 都已经红到大陆去了 怎么没开发票 实地直击这家鸡排店老板忙到手而出落 不过只是把鸡排给消费者的同时 手上却好像真的少给了发票 我们说发费的证情自己拿 我们来不紧拿 他如果忘了拿是他个人的问题 他如果要回来要 我们还是补发给他 老板急着喊冤 原来不是没开 而是劳道就开好了 放在旁边的小盒子里头 要民众自吃 应该是要直接交给对方 正常 大概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很多人就忘记去拿吧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他要主动给客人才对 其实发票上头的金额已经全部拍好了 固定的价格在55元 老板宣称买一份就给一张 只是如果民众忘了拿 老板也没有提醒 这不就成了另一种逃漏税吗 而国税局也已经定上 要仔细查清楚 新闻新闻综合报告 谢谢